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速度慢于预期,台积电作为AI晶片领先制造商的地位,未能抵消终端市场整体疲软的影响。 台积电第二季实现营收4808亿元新台币,同比下滑10%,净利润1818亿元新台币,同比下降23%,尽管营收和利润双双下滑,但仍超出此前预期。 不过好在今年以来,人工智慧,AI市场快速成长,驱动对台积电先进封装需求激增,AI晶片大厂汇达与EMD争抢台积电CoOS产能。 台积电在不久前的法说会上表示,当前AI晶片相关产能瓶颈主要集中在后端的CoOS环节,台积电正在与客户紧密合作扩张产能, 预计CoOS的产能紧张将于2024年底得到缓解。 2024年的CoOS产能将达到2023年水平的约两倍。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6月份表示,AI促使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供不应求,客户希望能快速提升产能。 台积电为此已释出部分高阶封测订单给专业封测代工厂,公司内部也将着手扩产。 此外,他还表示,台积电正在为CoOS采取非常规策略,将部分info擅出型晶圆级封装产能从台湾北部龙潭转移到南部科学园区,以便为CoOS腾出更多产能。 据台湾媒体日前报道,AI大算立晶片走鞘后,先进封装产能目前已经成为各大厂商争抢的热点。 台积电正积极扩大竹南、龙潭、台中三厂区的CoOS先进封装产能。 台湾设备大厂新云与红素也接获相关机台集单,要求至2024年中前必须交货。 报道预估,台积电2023年CoOS产能将较2022年倍增,全年产能至少12万片CoOS晶圆,挥大为第一大客户。 2023年,第二三大客户分别为博通、AMD,而2024年,亚马逊有望极深第三大CoOS客户。 尽管台积电正急速扩产,但CoOS产能目前依然不服使用,因此供应链传出,挥大也在扶植第二供应商,业者透露。 联电将为挥大制造CoOS所需的Interposer,2023年7月开始,每月出货3000片晶圆,再送往AMKER完成CoOS封装。 目前良率与台积电相当,有了AMKER加联电的产能支援,相当于8月开始,挥大每月可增加30%的A100、H100出货量。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已意识到半导体先进封装技术的重要性。 据韩国媒体近日的报道,韩国政府正在规划大规模研发专案。 该专案总成本规划为300亿至5000亿韩元。 韩国政府目前正在调查企业参与该专案的意愿及实力。 专案暂定名称为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先核心技术开发专案。 具体技术涉及2.5D封装、3D封装、Chiplet、WLP、PLP等。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AI应用步入黄金时代,先进封装材料有望受益于行业东风。 AI的应用场景在ChatGPT问世后快速打开,带动产业链投资热潮,AI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 HBM产品在需求拉动及产能扩张的预期之下,有望呈现较强的成长性。 具备先进封装材料技术布局,及具有韩国市场供应能力的材料龙头企业,有望享受市场红利。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近日也表示,台积电线无法满足AI热潮推动下的客户需求,并计划将其先进封装能力提高约一倍。 魏哲嘉表示,对于先进封装,尤其是台积电独家的ColeWars先进封装,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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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eWars先进封装,其产能非常紧张。 ColeWars封装技术是一种将晶片、机底都封装在一起的技术,并且是在晶元层级上进行。 正是因为这项独家的封装技术 台积电获得了辉达、苹果、AMD等全球龙头的大订单 为这家补充道 他们正在尽快提高他们的能力 他们预计这种产能紧张的局面将于明年开始缓解 具体可能是在明年年底前后 同时 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台积电 7月下旬声称 COOS先进封装新厂将在台湾竹科铜锣园区建设 计划在台湾投资近900亿新台币 折合28.7亿美元 建设一座更为先进的封装工厂 台积电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为了满足市场上日益增长的人工智慧 AI产业对晶片的需求 台积电正计划在新竹科学园区辖下的铜锣科学园区 建立一家封装工厂 以应对辉达AMD的AI晶片 对COOS等先进封装产能需求 这将是台积电既龙潭、竹南、南科后 第六座封装生产基地 实际上台积电6月才宣布 竹南先进封测6厂AP6正式启用 属于是台积电先进封装重大里程碑 台积电进一步扩大先进封装的行动 透露台积电不只手握大量先进逻辑晶片制造订单 也同步包下大部分先进封装订单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7月的法说会上坦言 AI相关需求增加对台积电是正面趋势 预测未来五年内将已接近50%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 并占台积电营收约一成 台积电也决定将资本支出中 加重在QoS先进封装产能的建设 而且是越快越好 在此背景之下 据台湾工商时报消息 经过两个月的跨部门协商 竹科管理局日前正式发函 同意台积电取得竹科铜锣园区 约7公顷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 这块地原先是由利基电和世界争抢的基地用地 竹科管理局后将尚未启动建厂计划的用地让出 改由台积电乘租 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指出 当时一共有三个重要半导体厂商 争取进驻竹科铜锣基地 最后剩下的7公顷土地 当时有关部门做出决策让台积电进驻时 有两大考量因素 第一确保台湾在半导体制成的领先地位 特别是关键技术 第二是台积电有时间上的压力 必须在明年第一季度交地 下半年动工 因此经过协调后 管理部门决定颁发许可给台积电 根据台积电提出的计划书 台积电预估铜锣厂 今年2023年第四季开始整地 2024年下半年开始动工 2026年完成建厂 争取在2027年上半年 最迟第三季开始量产 月产能11万片12英寸晶圆的 3D Fabric制成技术产能 完工后可创造1500个就业机会 因此目前竹科管理局 已经发出许可 并表示尊重台积电 整个建厂实陈安排 当地部门会在用水 用电 交通方面 给予最大支援 希望AI晶片先进制程 都能留在台湾 另一个台积电重要基地 是去年宣布的竹科龙潭基地 第三期占地159公顷 会提供给台积电 作为1奈米以下制程的生产基地 可以看出 尽管台积电 今年来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 但它仍计划 将其最先进的晶片封装技术 留在台湾本土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注意 感谢嘉宾 收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